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全球的观众朋友 准时收看音乐小剧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大家请到的 两位非常优秀的电影人 为大家来介绍 他的最新的作品 亲爱的奶奶 我们请到的是导演曲友宁 以及我们非常重要的演员 柯宇伦 非常感恩两位来到节目当中 两位好 其实两位都是非常自身的 其实宇伦是从小就开始 演唱大作词 其实他说说 我想我们都看过 很多台湾的观众都看过 其实导演的作品 大概台湾的观众 就算没有看过电影 也都看过电视 所以非常非常的 喜欢这个作品 感谢观众都看过电视 宇似电视 你相不相信 有人真的住在电影裡面 想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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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写 跟走 是不是先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个亲爱的奶奶 为什么在生命当中 在自己家人亲人里面 你会觉得奶奶是一个 非常具有戏剧化的人 要把她的故事写在电影当中 有一天我40岁 然后我就突然 惊觉到说40岁之前的创作 我究竟创作了哪些东西 或许有一部分是为了视察 有一部分是为了电视台 或者是制作人的需要 那我真正为自己做了些什么 这第一个 第二个是说 我想我现在 在这个时候体力正在一个巅峰 可能开始要走下坡了 那所有的学习都到了一个 该学的都学到的情况 那我应该要做一个 我自己最有感觉 而且觉得可以发挥最好的 那我就回想我生命当中 如果我第一个想到 我会有很有感觉的 不管是人或故事是什么 那我第一个浮现的 然后他影像就是问 奶奶带我看电影这件事情 其实生命中 奶奶过世之后 其实常常会想到奶奶 只要我心里头觉得有 有委屈的时候 就会开始幻想奶奶 然后就抬头看天空 奶奶的影像 可能就浮现在云端里面 我就是会有这种幻想 那所以后来就想 奶奶其实在我生命中 扮演一个 既带着我走出去外面看世界 然后也让我随时回来 可以有一个避风港的一个人 对 那就想要说一点他的事情 他其实也是一个蛮特别的人 对 他特别在于 他其实非常的瘦 他只有36公斤 但他又灵活到不行 他可以爬玉兰花的树 大概有五六公尺高 爬上去然后栽玉兰花 那时候已经七十几岁了 所以他的生命当中 有非常多狠仙的事 他是个外省人 然后又去学台语 然后学得又很不好 但是他又很爱讲台语 然后平常看的又都是 各代戏或者台语连续剧 就是想到他就有很多的故事 是 所以我也想请导演来谈谈 就是说 其实戏剧的选角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 雨伦来这次单纲 这次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 可不可以谈谈 你在选角上 你看到他身上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特质 要来让他演阿达这个角色 雨伦是我 我其实认识他很久 我们从孤零街少年杀人士忌 那时候我是工作人员 然后他是 那时候你才几岁 那时候就13 13岁 对 然后那时候就 看着他那时候有点傻傻的 但是因为在戏里头 你也是演一个 比较可爱傻傻的杀海 然后看着他到后来 在他的中间的几次演出 其实都觉得他是一个 让人家觉得很舒服的演员 就是说他并不会 帅气逼人到 你会觉得跟他有距离 但是你会从他脸上看到 有很多的故事的感觉 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 他内心世界是很复杂跟强大的 所以你会在他脸上 看到很多的故事 那我在想角色的时候 我就想我要找一个 即便他不说话 静静在那里 观众都觉得他脸上 可以告诉你很多事情的人 对 那当然我或许觉得 他的样子有点像我小时候 比较瘦的时候的那个样子 所以就 那时候写的时候 其实脑海会先富于 一个角色的形象 那时候就想的是宇伦 谢谢 宇伦怎么样准备 这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而且你演的就是导演 对 本尊就在旁边 不是 我觉得压力很大 但是其实我是我外婆在大 一手在大 那我爸妈妈小时候都很忙 所以我跟我外婆的感情 其实就跟导演和他奶奶 是差不多的这样子 只是说 我可能要回到我很年轻的时候 所以当初在做准备的时候 就可能花了一些时间 就是 因为我小时候跟 跟长大的差很多 我比较 我小时候很木讷 导演看过导演知道 是很木讷 呆呆的 就是我小时候拍戏是好 action 然后我走路 我会撞到玻璃门的 傻傻的 傻傻的孩子 对 那我就想办法 希望自己能够把 以前的那个 心里面最原始的那个特质 给呈现出来 所以那个时候当初就是 跟导演沟通很多东西 然后我们发现 好像不抵触这样子 然后在 真的就是每天很规律的作息 早睡早起 然后健康运动 然后什么坏习惯啊 喝东西 咖啡也不太喝 酒也不喝这样子 就是每天就是 很认真地在准备这个东西 然后尽量把自己的 气调到一个很健康的状态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辛苦了 真搞不懂 他到底是谁的儿子 奶奶 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好像都习惯了 在心中藏着一个秘密 你已习惯什么都不说 默默承受 让我可以任性的 像个长不大的小孩 要不要坐飞机啊 你再想什么啊 好 没死吧 我都很小心的 奶奶 我回来了哦 当然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 就是说其实一个电影要让大家 进电影会觉得感动 其实有很多的那个元素 就是说你要把一个故事去 去拉出来 让大家就进入一个真实的世界 其实当然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些不讲的事情 然后那么这样的一个事情当一切曝光以后 会有很多的骚动在里面 那么你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说这样的故事 可不可以谈谈你的一些想法 对我其实觉得尤其在我们传统的家庭 东方传统家庭里头 其实很多时候感情是不轻易表达的 但是你却很从生活琐事当中 你会感觉到一个很强烈的爱 那琐事或许只是摸摸你的头 或许只是留一个纸条给你 或许只是一个眼神一直随着你一直走 那我觉得那些东西 如果你不去放大 你不去给观众看到 很多人是忽略的 所以有人的叛逆期跟家长 其实有很大的拉扯 他或许就少了那一点点观察 那其实虽然这个故事讲的是奶奶 其实在讲这整个家庭里头 围绕着奶奶围绕着孙子 他们之间 其实有很多的那种爱是没有说出口的 所以我们在电影里头 其实很多东西是很微妙的 比如说前面的场次 我们看到奶奶其实是不敢抱着阿达 骑摩托车不敢抱着阿达 那个不敢抱有一部分可能是因为觉得 我们之间的距离 不应该有这么的亲密的拥抱的感觉 就是到后来奶奶有一点虚弱 她却觉得这种依靠是一个 她可以放心的事情 那很多情感其实就不言可遇了 那我很希望借由这样的电影 我相信大家对于家 或者对于奶奶的情感 很多都是共同的 尤其现在其实很多小孩子是 父母离异 或者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小孩 我想跟他们讲说 其实不要觉得自己很可怜 反而应该要有更多的机会去找到 其实你因为失去了一块 而更多的爱进来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到 我想借由这个电影去让大家得到一点感动 那再来就是说 我觉得长久一段时间我观察到 我觉得我们社会 大家太急着往前走 反而失去了停下来观察身边 很多温暖事情的可能 包括我们的电影创作 这两年虽然电影其实 在票房上有很大的成绩 但是我想大家有太多 在急于讲一些热闹的故事 那我就很期待我们的电影的好事 能够有不同面向呈现的东西 那这个电影或许就是一个 它是一个很温暖 很安 有一点安静 然后但是那个心里头却很澎湃的 那看过的人到现在 几乎没有不哭的 我都看到我身边那种本来叫做硬汉的朋友 然后擅长的时候 眼面痛哭的那个情况 所以我想大家可能很久没有 好好的放松哭一下 我觉得藉由这个电影区 能够放松哭一下 然后找到心里头那一块温暖 是我最想要的 大影刚刚形容的就是 在电影当中 其实在我们的上一代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 你刚才所说的 我觉得非常相当的准确 温暖安静 但是相当的澎湃 对 你认为它的这个澎湃的部分 让你动容了这个部分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你觉得是哪一个部分 是让你觉得是至关重要 希望大家能够体会到 故事的开始其实是 里头的主角 他的父亲过世 所以当一个家里头 男人突然不见的时候 女人其实会让自己变得 非常的强大 这里头包括妈妈 她可能本来是一个 曾经在歌厅唱歌的一个歌手 但她却把自己的牵华全部洗净 然后把自己变得一个很粗犷 甚至是一个很市井的感觉 去进入生活 照顾这个家庭 而奶奶呢 她也隐藏了自己心里的脆弱 然后也把很多的秘密藏起来 然后她让这个世界变得很梦幻 我觉得类似像这样的事情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 心里有苦不说出来 但是你后来发现这个苦 你会觉得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承担 那样的东西 其实我就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澎湃的爱 只能说世事无常 快得来不及欣赏 才匆忙 总有牵挂 都难放 那些事已成过往 来世路 跌跌撞撞 难预测 为我遮风霜 为我遮风霜 好好走 我已学会了 学你用微笑 代替舍不得 好好走 我已学会了 学你的勇敢 勇敢对你说 再见 人人人要不要跟我们谈谈在戏当中 哪一部分是你演自己 哪一部分你是觉得是演别人的这个情感 这个中间你熟悉的情感是哪些 你不熟悉的陌生的 必须要去揣摩的 这些部分也可以跟我们谈谈 其实大部分都跟我的生命经验蛮接近 只是导演小时候碰到一些家庭上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件 那个事件我现在不方便破梗 但是那个是我完全没有的经验 那个我就比较难去想象 那个是本尊的生命经验 让导演能够突然的很迅速的成长了很多 我觉得我有这个 其实算是荣幸吧 去进入导演的生命里面去看 他的这个经历 然后去看到他奶奶的那种 坚忍不拔的一种毅力 一种毅力是 跟我奶奶的表现 跟我外婆的表现方法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我那个时候在开拍之前 我写一封信给我外婆 就是跟她说 对不起 我在电影里面会跟 别人的奶奶做很多 从来没有跟你做过的事情 那我其实很难过 我自己写一写 这个角色功课嘛 我一边写我其实就 眼泪就一直掉了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 是每个人都有共同的生命经验 那我们把这个经验就是 拿出来 然后呈现在电影上面 那它其实不是特别的煽情 它是很诚恳的一种 一种生活 就让你 让你更注意到身边的人 如果你奶奶已经不在了 那你是不是 对其他的亲人或是朋友们好一点呢 或是如果奶奶还在 赶快带他去做一些什么 让他拍戏 我觉得蛮好的 刚刚也听到你跟导演之间 一个对话 就是说导演就问你说 那个帆国的阿兴里面 那蔡博子的角色 跟这个亲爱奶奶里面 要搭这个角色 那其实 蔡博子的角色可能就是 可以很自在的去挥洒 所以那个情绪在走 所以有很多向外的东西 那你刚刚跟导演讲说 其实这两个都很难 但是难的方向不一样 可不可以谈到这个部分 阿兴这部电影呢 我是扮演这个绿叶的角色 那绿叶角色要抓到一个很好的平衡 就是说 主角他是怎么样 导演他是要怎么讲这个故事 然后其他的配角是怎么样 如果不能跟其他的人个性有重复到 然后我在里面去凸显我自己 要想办法把主角给秤出来 把我自己给秤出来 然后让大家在这个故事里面得到一些东西 从也会让大家希望能够把我 我的角色留在大家心里面 不要吸毒 不然不好 或是你要纵朋友 不管你不爱念书或怎么样 可是朋友你一定要顾好 这种东西就是 他是考虑很多的 那奶奶的角色就不一样了 那他就是我想要平平淡淡的把自己回到最原始的部分 然后不花俏 完全不花俏 很朴实的去跟导演做一个配合 然后看看能不能够把一个很私人很隐秘的情感 去悄悄的传给观众 那这是完全不同的面向 那我觉得能够有这样子的挑战 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好 因为我其实很喜欢演人这个工作 其实我从小 我从十岁开始 我妈妈每天带着我念早晚课 我出门之前还要礼佛 要拜佛 拜一百拜才能够出门这样子 所以佛法的教育跟这个 整个哲学思维对我影响很大 那就像比如说金刚经讲的好了 无路易无垫 应作如是观 那很多东西真真假假的 对我来说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思考 什么东西到底是真的 什么东西是假的 因为我可能我五岁的时候就被人家在现场打巴掌 或是六岁的时候叫我在现场哭不出来 被妈妈抓过去骂 骂完以后把我丢上去拍 我跑向假的妈妈 那时候我的妈妈张爱家的导演 我跑向假的妈妈 结果我妈妈 假妈妈对我好温柔 那哪一个妈妈才是真的妈妈 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想 最后我会发现说 其实当你愿意去把它当成真的时候 它就是真的了 就像公案的说 到底是棋子在飘还是心在飘 所以我觉得导演给我一个 他这个案例 他让我去又经历了一个轮回 一个人生的感觉 所以我特别喜欢我的工作 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很多 其实欧美或是大陆的演员 香港的演员王菲啊什么 其实演员很会跟佛教非常有缘的原因 我想也是因为这样子吧 是 有人讲的我很讶意 我很讶意你会讲出这番话 可能这是第一次跟你聊天 我想这种言论就在大约电视台 你才可以很放松很舒服的 去跟人家分享 那你应该要常来啊 没有 没有想到就是 女人会讲到这么深刻的一些 生命的一些哲学 或者是一些佛法的理论 还有很讶意你讲到就是真真假假 就是你讲到童心的时候 妈妈的那个部分 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有非常大的吸引力 那个部分 就是一个演员的世界 它其实是非常深奥的深厚的 很多的事情不断的在发生 是 然后非常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谢谢导演 谢谢你们 感恩你们 希望下次有作品的时候 一定再到大约电视台来 感恩 感恩 那些花一夕而谈 那些事已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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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带领我飞翔 谢谢你带领我飞翔 好好的 好好走 我已学会了 学你的勇敢 勇敢对你说 好好走 我已学会了 学你用微笑 代替舍不得 好好的 我已学会了 是你的勇敢 勇敢对你说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